还有今年全国以及宜兰县校型楷模表扬典礼 今天在县府多媒体简报室隆重登场 由县长林泽妙亲自表扬 今年获奖者分别是由罗东正公所 以及兰宣妇佑联盟所推荐的卢永成同学 与沈正宽先生 县长除了赞许获奖人的校型事迹以外 并也勉励他们在艰困的环境中 更能坚强勇敢地面对人生 114年全国和宜兰县校型楷模 分别是由罗东正公所 以及兰宣妇佑联盟所推荐的卢永成同学 和沈正宽先生 其中卢永成同学的校型 更是获得全国校型奖的殊荣 主要就是能够让妈妈好奇 也没有想太多 希望妈妈能够跟我们一样 可以去予得上一个同学 你从国小就开始当志工 你是为了妈妈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 希望能够借由我来行善 然后能够去提振妈妈的经手 她的友好都用她的行动 她不是用家说 她都用作用她的行为 她的构型很温柔 默默的承受也都把痛苦都埋起来 都不让我知道 这是只有呈现最好的给我 依然献孝行奖得主沈正宽先生 家中双亲连迈 她的妻子因为工作关系 没有办法分担照顾的责任 所以全部由她来承担 数年如一日 无怨无悔 孝行感人 我就觉得很像这场生活一样 其实没有说 自己没有觉得自己的输 你一早就说给她提报 我说这样还好 就不好意思 这么客气 因为这应该 就是做人只应该要做的事情 虽然说我们沈先生 他认为说 这应该做的 但是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事办 对于爸爸妈妈的照顾 无为不至 然后他本身身体又不好 所以是我们所有的 这一个乡亲好朋友的一个典范 尤其是这些年轻人的一个典范 县长林志妙表示 今年获奖的两个人 都是亲自奉事久病的亲属 毫无怨由 足以引导人们客进孝道 值得社会给他们鼓励和肯定 他们两位都有很艰辛的故事 但是他们勇敢的突破了 那比如说我们永成 他在读书 但是妈妈有中度的这个金帐 他非常的孝顺 怕妈妈在工作的时候 发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赚钱 但是他很认真 很努力的这个读书 所以有这个奖学金 而且他也发明了这个我们的订餐的这个系统 让妈妈要订餐的时候能够很顺畅的 所以妈妈很感动 吃好吃败不重要 有妈妈最重要 还有我们的政宽 他有四网膜玻璃 但是爸爸妈妈都八十几岁了 他还是势必公亲 每天亲自为爸爸妈妈 这个扶上扶下 所以这可以非常不简单 别人感觉优好是应当的 但是呢 他自己本身就 可以说很辛苦 脈子就有障碍 但是他还是这么的孝顺 孝行开魔 正宽永存在 艺人新闻记者 賴福新采访报道